立法院教育委員會 今天排定的議程 是由教育部長蔣偉寧 報告高中課綱為條案 但是因為民進黨立委 強力杯葛 拒絕讓蔣偉寧上臺 議事一早就陷入停擺 蔣偉寧臉色凝重的離開了會場 而公民黨立委隨後也全部離席 民進黨團則要求教育部 在下一次的委員會上 必須要公開有關於課綱調整 所有大小會議的錄音 高中課綱為條爭議延燒了一個多月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 特別排定部長蔣偉寧進行報告 希望能當著朝野立委澄清 不過民進黨立委根本不給蔣偉寧機會 一開始就透過程序發言 表達為條違反程序 拒絕為教育部背書的立場 國民黨立委則是力挺教育部 強調違條沒問題 還舉民進黨執政 杜正勝任內多次調整課綱為例 反奉民進黨 國民兩黨立委兩輪程序 發言共十二人次用了五十分鐘 還一度在主席台前爭吵 立委陳庭妃更是直接站上背巡臺 不讓蔣偉寧上臺 由於沒有共識 主席陳碧涵十點宣布休息 部長蔣偉寧臉色凝重離開會場 而國民黨立委不願意協商 全體離席只剩民進黨立委留在現場 長達七個半小時教委會空轉 傍晚五點半主席陳碧涵現身宣布散會 民進黨表示除了兩週後 將要求教育部公布課綱調整 大小會議的記錄與錄音 教育部被凍結的預算也別想有解凍的一天 記者林小惠 沈志明 台北報導 福祉 沈志明 浜山 福祉 沈志明 福祉 沈志明